物化吸入室新冠疫苗即将登场 不用打针,免疫力更持久有效 看完赶紧转发分享出去,告诉大家这个喜讯 刚刚传来,由陈威院士团队领先研制的 物化吸入用腺病毒载体重组新冠疫苗 在著名国际学术期刊《柳叶刀传染病》发表临床研究数据 这是全球首个公开发表的新冠疫苗粘膜免疫临床试验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物化吸入接种疫苗安全性好 无肌肉注射局部不良反应 物化吸入只需要使用五分之一的剂量 细胞免疫反应水平就可以与一剂肌肉注射相当 肌肉注射后采用物化吸入加强免疫 可产生高水平中和抗体 因此,这款剂量更少的疫苗将会比目前上市的四款注射疫苗更加温和 更加适合老年人与少儿接种 目前,国内已上市的四款新冠疫苗是通过肌肉注射 它们可以实现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 但不具有粘膜免疫 由于新冠病毒主要通过呼吸系统传播 呼吸到喉咙上部的粘膜就成为第一道防线 疫苗用鼻腔给药可额外诱发粘膜免疫的建立 具有更广泛的免疫应答 它的免疫屏障是通过模仿病毒感染的途径 这种免疫是只有注射所不能带来的 而且更加有效 吸入使新冠疫苗使用起来不但方便快捷 而且疫苗生产工艺简单 技术成熟 材料来源广泛 因此生产成本相对较低 陈薇院士的团队表示 第一 该款疫苗不需要注射 只需要吸一吸就能够完成疫苗的接种 比如说胳膊的疼痛 肿胀等这些不良反应便不会出现 可以提高民众接种疫苗的意愿 第二 在于物化吸入疫苗的剂量很低 相当于大幅度提高了疫苗的产量 第三 该款不需要注射器 可以有效解决锐气的医疗废物处理等问题 相信不久的将来 它必将大大加快全国新冠疫苗的普及速度 到时候我们就再也无据新冠的威胁了 看完这个视频 请动动手指转发出去 让全体国人知道这个好消息 吸入使疫苗即将问世 相信将为我们全体国人提供更强大的防疫保障 中国科学家开创新型疫苗先河 真是太了不起了 如果你也为中国的创新精神感到高兴 看完请把这个视频转发到所有微信群 让更多人看到这个好消息 一起为背后的研发科学家点赞宣传 为强大的祖国骄傲自豪 希望这个视频不要在你手里终止了 中国科学家的努力需要大家的转发支持 现在还有很多人怕疫苗注射太麻烦而不愿意 而如今这个办法却能够很轻松 有效地实现疫苗的大规模普及 赶紧告诉更多人吧 有多少群就转发多少群 转发传递感恩感德